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这种金色树枝土都比较软不容易成型 我们可以把它与橙色的超轻这样一比一的混合起来 最后得到的这个金色还是非常纯的 我们可以跟原来的金色对比一下 混合以后的金色土如果还是比较软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摊开了晾一会儿再使用 接下来我用白色的超轻凝土和金色树枝土一比一混合 看一下最终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得出一个亮金色 再讲一下这个珠光白它不是单独来使用的 它可以和超轻凝土混合制造出最近比较流行的星光土 那么我们看到屏画的最终的和 mulétais 可以看到552 为什么对比较月薄枝土 那么你会觉得只为我们的手提给它